你们俩谁给这个家庭做的贡献多一点 至少反正他基本上 我这么问吧 谁挣钱挣的多 那肯定是我的 谁干家务干的多 我做饭也做 他就是搞些卫生多下的 就你干家务干的多 谁带孩子带的多 孩子的话一般都是跟着我 这个家里谁花钱花的多 就他花钱花的多 他反正一天给两千块钱给他 他反正到第二天也是没了 给五千块钱给他 反正一天也是没了 那钱呢 一晚上花这么多 不是也不是每天嘛 就是有时候嘛 就是请个客啊 朋友来了 聚一下喝点酒啊 就吃点饭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嘛 因为我们说 干我们那个事的话 也没有朋友也不行嘛 你是做什么生意啊 搞这个建筑的 同胞工程 对 同胞工程的 行我知道了 那就是端午节吧 端午节的前一天 我就早上给五千块钱给他 反正到第二天也就没分了 那一次他也知道 就是我近几年嘛 近几年我这搞这个 跟从方面嘛 还可以嘛 就还赚了一点钱 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嘛 聚一下 来喝杯酒 就大家来高兴一样嘛 他就是这样也不行啊 那也不行啊 怎么把钱赢完呢 我说你没有这个朋友介绍 你哪有跟从搞 我刚才听说你给他钱 那意思是你们家钱 你管是吧 对 我管 他反正现在是钱赚的多了 发的也多 他这个钱挣回来 都是先给你 对 然后他向你申请就给他 对 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你这上面资料上面说 代业的你 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以前在外面做事 他现在在工地上 包了根层吧 他就叫我和他一起 去办理忙 有时候就在家里过 等于你现在是他的助手 是这意思吧 对 帮忙帮的行吗 他帮忙一点都不行 我有时候实在是气不过 嗯 那就是好像有一次嘛 明知道第二天三五六点 六点半要做事 嗯 他晚上打麻将 打到十二点一点 早上我打电话给他 打了五六个电话 他接都不接 连终搞到我上面我老板 嗯 就进出更事里面的领导嘛 都打电话给我 为什么你老婆今天没来 我说我打电话他没接 后面还是我叫我一个朋友嘛 就直接开车 下去把他接上来 接上来他还不高兴 意思就是他要睡觉 明白 他忙的时候是三班嘛 玩牌的时候玩牌嘛 你玩牌的时候 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当然你像这样 你是这样也不行不 天天就是搞着那个事情 我这个小片的最后 我听到你说他在手机里 有人搞暧昧是吧 对 他要么要么就在外面不回家 反正要么就是在家里 也是老是拿着手机 有一次我们晚上嘛 12点多钟已经睡了 他那个手机就老是 那个信息的声音就是响嘛 我就去看 那个信息上面是一个女的 发的信息就说 你在哪里啊 我就问他是谁不 他就说是同学 我就不相信不 两个人就打吵了一架 就是那次 后来还闹到法院里去了 我说 到法院干嘛 我说我要离分 我说你肯定和那女的有关系不 反正我说那我们就离分吧 你就去和那女的过 反正你过你的 我就过我的 后来呢 后来到法院里 他就不同意离分不 他说 他说额子这么大了 就不同意离分 结果法院里调节 也就没有离嘛 就这样 哦 我说 我说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